大家好,欢迎收看《唐青看时事》 红色赌盘揭露了大量红朝权贵的秘心 段伟红夫妇结交的权贵有孙政才,令计划,李伯潭 孙政才,令计划贵为副国级领导人 仍然蓝桃锒铛路域的秘密 因为他们不属于红色家族 也不是江泽民派系的铁杆亲信 李伯潭因为有岳父贾庆林罩者 而贾庆林是江泽民的铁杆 所以越腐败越升官 作者省动发现整个中国是为极少数中共红色权贵家族服务的 今天跟大家讲李伯潭如何运作神秘的茅台会 如何借岳父的影响力赚钱 以及江泽民的特权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江泽民孙子也可能是茅台会会员 书中说2014年1月 中共下令关闭北京的高端夜走会 但李伯潭的茅台会并没有关门大吉 因为他岳父是贾庆林是江泽民的铁杆盟友 中共的反腐运动并不愿意触及红色贵族 尤其是那些跟上海帮头目江泽民有关的人 李伯潭的英文名叫David 书里面经常叫他大卫 英国商人沈栋出版的这本书披露了他和夫人段伟红 结交权贵的很多秘闻 大卫显然是利用岳父贾庆林的关系发了大财 他在众多公司中拥有大量股份 主要是通过他在北京的控股公司 昭德投资公司持有 沈栋曾经把他的管理团队借给大卫 让他制定商业计划 像许多红色贵族一样 大卫没有一个好的下手 但是他也不需要 他靠人脉赚钱 他可以获得内部交易 或者兜售他靠关系得到的东西 李伯潭通过贾庆林的关系 掌控茅台会和大量茅台酒的销售 获利丰厚 曾几何时 李伯潭投资公司最大的资产 就是北京东侧建国门外大街的地标 北京友谊商店 有传言说 李伯潭在岳父的帮助下得到这栋建筑 因为贾庆林帮他的原主人解除牢狱之灾 出狱后商人把大楼转让给李大卫 这个公司还获得了在北京 无处不在的公交车站销售广告的独家合同 因为那等于是印钞的许可证 就是肯定赚大钱 巴拿马文件还曾经曝光 李伯潭一家在香港和北京 持有的股票和物业的情况 但李伯潭最知名的举动 还是建立茅台会 因为茅台会影响非常大 根据北京媒体报道 2009年12月21号 茅台文化研究会简称茅台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面举行成立大会 大家一看这来历就不一般 时任贵州茅台董事长 季克良总经理袁伦国分别担任茅台会首届政府理事长 不过茅台会真正的操盘人就是时任中共常委贾庆龄的女婿李伯潭 香港媒体也是这么报 李伯潭也公开兼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沈栋的书里披露李伯潭开设茅台会的原因 说当时好像每个有钱人都想拥有一个私人会首 第一 在私人藏手 你可以达成政治和经济的交易 没有人知道你在会见谁 也不知道你们谈什么 第二 共产党的权贵们不敢公开悬负 但是他们喜欢关起门来 在信任的朋友面前炫耀 第三 在很多情况下 私人俱乐部最大的好处是 利用国有资产来开设俱乐部 利用政府资产摩失利减少开支 所以李伯潭就把茅台会设在北京市中心 绿树成荫的街道上 是靠近紫禁城的一座传统市和院 因为这样的建筑 它显然是属于北京市政府 但是贾清林他担任过北京市委书记和北京市长 所以弄这样一座建筑那就不难了 书里面描述 走进茅台酒会 你会看到一张精致的桌子 直径超过二十英尺 它是由一棵黄色开花的梨树 树干做成的 这是中国最昂贵的木材之一 说几乎是绝机了 桌面上木纹的波纹就宛如 幽灵在金色画面中翩翩起舞 在桌子的后面 宽敞的路口就直接通向庭院和诗人餐厅 俱乐部还装饰着无价的古董 或者至少是高房品 带着东方的精致的风格 但李伯潭最大的卖点 还是他跟贵州茅台集团的后台渠道 这种关系 当然是贾清林帮他建立起来的 贾清林作为统战部长 势力范围深入中国 所有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 茅台在贵州省出产 贵州是苗族人的故乡 所以也是贾清林的权力范围所及 茅台酒号称国酒 号称酒林至尊 是中国官场和商场的首选酒品 茅台集团每年发布十年前的茅台酒 越老越值钱 因为是有价无事 是贪官们就喜欢用他来炫耀地位和权力 根据大陆媒体公开报道 军中大老府古俊山加长上千箱茅台酒 青岛园公安局分局长冯月新加长一千八百多瓶茅台 都是用公款两百多万公款买来的 弗兰岳阳副市长陈四海一天一瓶茅台 所以红色赌盆说 大多数在中国市面上销售的成年茅台酒 几乎不含一滴真正的老酒 但是李伯潭可以拿到真正的茅台酒 李伯潭告诉沈栋 说他锁定了茅台公司 每年发布的十年茅台酒的三分之一的量 哇这就很赚钱了 因为有些装茅台的瓶子就高达十二万五千美金以上 所以李伯潭他用他的红瓶子 卖他的十年茅台酒 在圈内称之为红毛 沈栋说他们圈子里的人从来不在正规商店买茅台 因为中国假冒伪劣太多 尤其是茅台酒 普通的中国人甚至到海外买茅台酒 因为他们寄希望于外国商店有真品 要获得大卫珍贵的红毛就更难的 就必须加入他的茅台会 会员费就是几万美元 但是只靠金钱并不能保证进入茅台会 因为大卫要对你进行审查 你必须是重要人物 你不是重要人物有钱也不行 所以茅台会的会员资格当时很快就成为北京最抢手的会员之一 中国的一些顶级大横也加入其中 有当时的凤凰卫视董事长刘长乐 还有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 当然还有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马云不仅是茅台会的名誉会长 同时也是茅台会首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根据茅台会官网的信息 马云在杭州开设的顶级会所江南会 其实还只是茅台会五大分会之一的杭州分会 所以茅台会除了南辞子北京总会外 还有上海的茅台浦江会 杭州的茅台江南会 广州的茅台岭南会和大连的茅台山江会 当然茅台会官网现在都删除了这些信息 江南会大家都知道是马云等八大富豪 投资建造的一所会手 而北京的茅台总会估计就是李伯潭利用岳父的关系 占用公家建筑搞来的 因为那个是接近紫禁城的士和院 有钱买不到 不光是马云等富豪 江泽民孙子看起来也是茅台会的成员 有一次沈栋就走进茅台会 他遇到了一个南海是个新面孔 那个南海自称是艾尔文 后来他还知道他是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 因为他的英文名就叫艾尔文他也是在美国读过书 听说是有绿卡 江志成后来二十多岁就创立了一家价值十亿美元的私募股权公司 华尔街日报今年二月份报道 茅台会是今年来中共太子党经常聚会的地方 但是习近平不喜欢这些会手 大家知道令计划有西山会车峰有盘古会 中共就怕私下拉帮结果跟党不是一条心 所以茅台会背后的政商权贵今年来下场都不妙 9月23号茅台会第二届理事长茅台集团前董事长 袁伦国因为受贿1.1亿人民币被判无奇徒刑 茅台集团至少有十多个高管被查 包括承认茅台会副理事长的贵州茅台酒厂副董事长 总经理刘智利等等 根据贵州茅台集团的公告 李伯潭2014年12月担任贵州茅台的独立董事 2020年12月才辞职 所以李伯潭和原人国共同开创茅台会 两人还合作了红色茅台这本书 大力推广茅台 原人国几天前被判无奇徒刑 但是李伯潭一点事都没有 2015年茅台会副理事长央行前行长戴湘龙女婿车锋 被中纪委带走至今杳无音信 2014年中共高调打击豪华会数 马云的江南会主动关停 但是李伯潭北京的茅台会只是摘牌 实际上能在暗中运作 所以他开在习近平眼皮底下 茅台会能够做到这一步 可想而知李伯潭贾清零的能量有多大 他也凸显了江泽民派系在中国不受约束 这也是沈栋夫妇为什么要结交李伯潭的原因 因为贾清零的腐败在北京是公开的秘密 但是一点都不影响他升官发财 退休后还可以保子女发财 海外媒体拼命曝光他们的财产 他也能够安全无恙 所以按照民间的说法 贾清零一家是不是有免死金牌 因为2000年厦门远华案牵扯大批中共高官 深度涉案的贾清零在江泽民的保护下不但过关 还提拔到了北京最后升任政治局常委和政协主席 贾清零妻子林佑芳当时也卷入走势案 因为当时朱隆基立下誓言走势案要一查到底 所以有人告诉沈栋说1999年丑闻爆发后 林佑芳害怕她丈夫被调查精神崩溃 好像都不能说话了 在北京住院多年 尽管如此林和贾并没有被起诉 所以书里面说这证明在中国你做了什么 不要紧你认识谁才重要 60年代江泽民在机械工业部就认识了贾清零 有江泽民的保护 贾清零家不但一点事都没有 还可以照样升官发财 段文宏就看重这一点 所以他认为李伯潭能量大值得去结交 所以在江泽民的庇护下 贾清零一家如此 江泽民的子孙贪腐就更不用说了 书里面说江会直接派人帮他的儿孙 打通关系为他们的生意铺路 所以在书中作者深刻反噬了一个问题 说中国现在究竟是谁的中国 他认为中国现在是被这些红色家族操控 整个国家是为他们服务的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还有会员频道 欢迎大家去订阅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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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